歡迎收看 媽媽, 韓牛終於壓軸出場了 真是壞人 是啊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綠茶鹽嗎 用來蘸牛肉, 蘸東西吃的 外面賣很貴 是嗎 放一點粗鹽, 放一點綠茶就行了 我們用來醃韓牛嗎 不…用來蘸的, 這是黃豆粉 有韓國的豆瓣醬 韓國的辣椒醬, 有蒜 韓國人流行燒了之後 用辣椒、生菜包著吃 我自己有另一個吃法 怎樣包? 我喜歡怎樣呢? 我把蒜子爆開, 用蒜子的油煎黃牛 加一點油吧 要加油… 我吃韓牛也會煎一千粒蒜才包 我直接爆香蒜 爆香蒜, 油有蒜油 不用多一點, 因為韓牛本身有油 蒜油可以用來炒菜, 做什麼都可以 小火, 你替我攪拌 小火 洗乾淨生菜, 把乾淨 不要讓它有水 我覺得這個不錯 用生辣椒包著一起吃 我們把蒜子爆香, 把蒜子夾進去 有脆的感覺 煎黃牛後, 用它的油 滷滷辣椒, 我們就可以包來吃 好 用什麼醃料呢? 加一點鹽和胡椒就可以了 醃料 醃料要用國際手法 醃料, 可以用慢鏡嗎? 不是, 樣子不笑, 很帥的 不要吵, 還有什麼都不笑 你阻礙我的火 人們經常說煮厚的和牛和韓牛 或者牛扒 媽媽, 你用這個, 是否用大火 一邊煎多久就最好 你要生一點 一開始轉的時候, 現在又可以轉了 你要熟一點就煎一點 一開始轉了 起碼可能要過一分鐘了 那邊已經是焦 這樣吧? 是的 我這樣爆炒的青椒比較好吃 好 不要生氣了 生氣不好 現在這裡已經五成了 謝謝 當然, 如果想熟透了 你現在用石子, 我教了很多次 包著它, 肉自己會煮的